音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陈大电视健康讲座 今天节目里面 其实相信这个主题 对我们很多在做父母的来讲 会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这个主题呢 跟我们教养孩子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先透过我们的VCR 再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现代人生的少 对于子女教养 及饮食供给相当注重 但是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 是否知道自己给孩子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是对或不对 营养到底是太多 或是太少呢 相信许多父母 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还在成长期的孩子 应该怎么吃 才能够将营养完整吸收 今天的陈大电视健康讲座 就要邀请专业营养师 为观众朋友 好好来分享幼儿的饮食原则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幼儿饮食原则 那其实到底幼儿 应该是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 才算是幼儿呢 等一下会请营养师 好好来跟大家介绍 那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我们成大医院的营养师 我们的徐伟廷 徐营养师 营养师是透过镜头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打个招呼呢 大家好 我是成大医院负责 儿科病房的营养师 我叫徐伟廷 打招呼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发现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我们的营养师 是负责小儿科的 所以他每天要接触的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 那其实今天要来跟我们提提 所谓的幼儿饮食原则的话 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有跟大家 要定义说 到底幼儿应该是算几岁到几岁呢 从这个表 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的幼儿期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学龄 就是上小学之前 所以就是一岁到六岁 都算是我们的幼儿期 那像这个一到六岁 其实感觉上这个range 非常的大 那会不会说我们特别在 一岁的孩子可能要特别 着重哪一种营养 或者是到三岁或五岁的孩子 可能他着重的营养素又不同呢 原则上我们大概会分 就是一到三岁跟四到六岁 那当然小朋友的年纪 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他的营养的需求量 是要跟着正理上升的 所以其实没有说特别说 要补充哪一块 但是小朋友我们会特别建议 他的钙子的含量 还是要足够的 这个是比较强调的 所以其实孩子们他在 所需要摄取的这个饮食的原则 跟大人 应该其实是类似的 其实会有点类似 只是说我们是希望从小 就让他养成均衡饮食的习惯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说 习惯养成是很难改的 那你如果从小让他养成的话 其实他之后的饮食 就会比较均衡健康一点 这样子 所以是说孩子想要吃什么 我们就让他吃什么吗 可是我们的原则是天然 新鲜的食物 就是现在的食品加工太多了 所以在买的时候可能购买上 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到底有哪一些营养素的部分 是孩子们可能需要去着重来摄取的 我们还是先从刚刚那张表来看一下好了 因为营养师有提到说 1到3岁跟4到6岁 那孩子们在摄取的热量 我从那个投影片上面我就发现 还是一天原来要摄取这么多 这些热量吗 对就是应该说我们的热量 其实是根据小朋友的活动量来看 那尤其是小朋友的活动量 跟大人比较起来又会特别的多 那刚好因为他们又正值在生长发育的时候 所以其实他们的热量需求 最低的会从1150 然后最高其实到1800都有可能 1800有的大概也是一般的成年女性 对对对 大概需要摄取的量 对 可是大部分吃到1800的小朋友大概很少 对对对 没有办法摄取到这么多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 所以男生跟女生又有差异 因为一般来说男生的消耗量跟活动量 又会比女生来得多 所以男生的摄取量本来就会比女生的那个热量 会来得高一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需要 比如说让营养师来帮我们做评估吗 还是说家长们他其实在家里是可以去看说 我这孩子可能看起来的比较大 他比较大支一点 那所以我应该就让他摄取多一点 还是说其实这部分还是需要经过专业评估呢 当然实际上热量的摄取是要根据就是专业人员的评估 不过家长他们是可以看小朋友的那个生长曲线 因为他们去打预防针的时候 其实都会 医生都会画那个生长曲线 那其实透过生长曲线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小朋友的体重跟身高的百分位 到底他的曲线是不是一直在增加的 那如果其实是的话 就代表他的饮食的热量上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是他如果突然说增加很快 或者他突然的曲线是变成水平的 那代表其实他的量可能不是吃太多就是吃太少 那那个可能就需要注意 那像那个百分比的话 我们家长可能要怎么判断 比如说这个孩子应该是大概都有在前50位 那就可以让他照目前这样的饮食原则去吃 还是说到多少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克制 小于300分位以下 或是代于97分位以上 大概都是我们的 不是过瘦就是过胖 那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可是借在这两个人群之间的 其实大概都还OK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提供家长做一个参考 因为其实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本儿童手册 所以你可以从儿童手册里面去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我们讲到均衡营养的话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张图表 其实我们营养师也准备了很多的投影片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了解 那其实这一张均衡营养 我们应该来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其实小朋友都吃得太好 所以有营养过剩的问题呢 因为我的门诊上 原则上会遇到的大概两大族群 一个就是吃的不够的 是过瘦的部分 可是另外一大部分的族群会是在过重 就是营养过剩 甚至到肥胖的体味这样子 那所以孩子也可以用BMI来测吗 可以 大人是固定的一个范围 可是小朋友他们是不同的年龄层 他的BMI的素质是一直在变的 但是是有那个表可以参考的 所以您看到这张图表的时候 其实家长必须要有一个观念 不是说营养过剩 就是营养失调 其实营养不足 它也算是营养失调的一种 那您在门诊的时候 是不是会常常看到有 太胖或者是太瘦的这种个案呢 有 太瘦大概小朋友妈妈他们会比较介意 所以其实都会很早就会 太瘦会比较介意 因为就是觉得他长得比较瘦小 跟童年龄的比较起来 对对对 那这个是我们门诊会常常看到 他们会主动自己来来问 可是其实我们检查起来 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那过胖或是肥胖的那个 通常都是学校转介过来 因为长辈可能都会觉得说 小朋友就是要这样 能吃就好吗 对胖胖的可爱 为什么你要限制他 可是我们有一些的确验起来 他们的胆固虫或是三三干 有一些是真的 在学龄期就真的是偏高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家长 或者是我们的长辈 家里的阿公阿嬷 可能稍微要调整一下观念 因为现在的孩子 因为吃的东西跟毕竟我们以前吃的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以前我们吃这样的量可以 可是现在孩子吃这样的量 可能都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这个部分就需要 透过一些营养师来帮您做一些调整 如果说到调整的话 就必须要先让家长去认识 到底应该要吃哪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的营养师有准备了一张 幼儿一天的饮食建议量的图表 这张图表其实我看完了之后 我会觉得 我好像让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照着建议的去吃 可能会特别去偏重某一些部分 所以今天透过我的问题 来让我们的家长好好了解一下 检视一下平常我们孩子们吃的到底是对或不对 这是不是好好透过这个图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饮食指南 它其实是一个扇形的 那它上面其实已经把我们的食物分成是六大类 那其实我们每一天 就是你的饮食应该是要均衡的 这六大类的食物都要去摄取到 那只是你的份量的大小 份量就是随着年纪是不一样的 那六大类的话 其实是跟我们承认的都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先从五股类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全股跟筋类 大家可以仔细看 这个扇形它的比例其实是占最大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热量 其实绝大部分的摄取来源 有一部分其实是在全股跟筋类里面 那现在我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小朋友 家长们其实是可以用碗去定量的 就是一般我们家里的这种碗的大小 一天要吃一碗吗 小朋友大概最少是1.5碗 一整天的量 是一整天 所以其实你不见得让他一餐吃那么多 你可以帮他分到好几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的量如果都有摄取的足够的话 其实就可以往上再增加 那除了我们用碗去定量之外 其实爸妈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全股跟筋内 其实种类是来源很多的 包括他吃的番薯啊玉米那些 其实都算是 所以这些东西总和加起来1.5碗的量 就大概是我们一个孩子 在幼儿期的时候 他需要的这个根筋类的营养 对 那除了五穀类的这个营养之外呢 其他的五类还有哪些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就是跟大家在宣导的 要多蔬果 就是蔬菜跟水果 那小朋友可是因为小朋友我们在看 大概蔬菜跟水果的分量 大概不限的会是要那么多啦 可是我们会建议还是一天 至少要有一种的深绿色蔬菜会比较好一点 那水果如果小朋友的接受度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其实用果汁的方式 他们接受度反而是不错 但是要记得是自己打的果汁 不要再加糖了 对不要再加糖了 因为台湾的水果其实现在的甜度都蛮高的 对 那蔬菜因为我们是要摄取它的那个膳食纤维 跟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嘛 那如果小朋友的量吃的比较不够的时候 其实爸妈可以利用全骨根基内里面的那些五骨糙米 去替换你的白米饭 那它在摄取主食的同时 其实也可以摄取到那个蔬菜里面的那些维生素矿物质 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 不过如果说到像糙米啊 或者五骨饭 很多孩子其实不爱吃那个味道 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 我们会请妈妈可以先加一半一半 就是你不要全部都帮它换成是那个五骨糙米 你可能加个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好 或者是你组成甜的方式 像是八宝粥 或是红豆艺人绿豆艺人 小朋友的接受度可能又会再更好一些 那那个也可以 不过如果组成甜的 是不是可能它在其他的营养摄取 就必须要去减量 它的饭的部分就要减量 对对对 然后它那个你家的那个糖的部分 可能就要少量 让它有个甜度就可以了 对 那蔬菜啦 水果还有五骨类 这已经有三大类了 其他还有三大类 可能我们目前以大人的观点来看 会吃的特别多的 好我们先从蛋白质来看好了 蛋白质我们在评估上 大部分的小朋友蛋白质都过量 他们不会缺乏 对可是家长要注意哦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家长有一个观念是 想要让小朋友吃的长得高又壮 然后他们蛋白质的食物都会 鱼或肉都会喂的特别多 对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 我们的热量摄取足够的情况下 你吃的那些蛋白质的食物 才会拿去长肌肉 所以当你的热量吃不够的时候 你吃的蛋白质其实是会优先把它燃烧消耗掉 去用掉了 所以其实对小朋友来说 他根本长肌肉或长体这种情况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蛋白质的食物 这个量一天 这样是一份的量 小朋友的建议量我们大概看他的年纪 大概一天从2块到4块就差不多了 可能稍微 因为远远的 可能观众朋友看的不是很清楚 就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讲 他这样一块大概就是外面几块的量 对就是那种小几块的量 所以我们小朋友一天可以吃几块呢 大概2块到4块 所以小朋友一天只能吃2块到4块 然后这个不是说吃肉哦 就是包括鱼啦 全部都豆腐 全部有蛋白质的都包含在这里面 那牛奶呢 牛奶我们是独立出来的算另外一类 对对对对 小朋友我们会建议即使是断奶之后的小朋友 每天可以的话 还是要维持500cc的线奶量 他是要足够他的钙质去让他摄取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也不能说因为 我们觉得孩子可能上幼稚园了长大了 就不要再让他喝牛奶了 对因为我们后来的研究其实是有发现 西方人的小孩其实比较不会有缺钙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饮食来源其实卤制品很多 可是我们东方人的小孩在卤制品这一块 其实就比较少会再另外去补充 所以其实骨骼的发育什么那些都会受到一点影响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蛋白质 然后还有牛奶的部分还有一类是什么呢 油脂坚果类 对那这个通常也是现在的家长比较容易会去注意到的部分 因为都知道说不要让小朋友吃太油 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反而是变成太少油了 对对对对 吃得太清淡是不是 太清淡了 对那如果说真的怕小朋友会吃得太油腻的话 我们会建议其实可以用坚果类 去当他的零食一天让他补充一小把这样子 对对 其实看完这个所谓的饮食指南啊 我就突然有了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营养师啊 因为我们都会说其实海鲜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 那小孩子他的鱼必须要跟我们的肉类一起算在蛋白质嘛 那如果说像那些甲壳类的比如说蛤蟆啦 因为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心理杂子啊 对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小朋友做摄取的 大家记得我这边虽然是写豆鱼肉蛋类 可是我们的海鲜也包括在我们蛋白质的食物里面 所以孩子一天只能吃两份 包括海鲜鱼饭这些吗 可是海鲜的量就大小会差很多 像蛤蟆可能就会要将近快到一碗 因为它会有咳嘛 所以它其实量就可以比较多一点 然后虾子如果看情况 正常大小大概可以三到四位 一天 算一份而已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可以去互相替换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张图表呢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好去检视一下 你自己平常在家里让孩子吃的 到底够或不够 不够的话呢 应该要怎么样去进一步做补充 那当然了我们要继续再来看一下 因为刚营养师有提到 我们东方人其实在所谓的 钙的这个摄取 会比西方人来的不足很多很多 营养师呢准备了一张投影片 那个食品去分析之后 发现说 其实前三名 反而不是乳制品 是小鱼干 然后黑芝麻 然后跟那个虾米 像之前前正史新闻也说櫻花虾 它的那个含概量其实都算是高的 对对对 可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说 虽然它的含概量是高 可是我们的食物的份量 是用100克去算的 所以你要看说100克的东西 小朋友有没有办法全部吃完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用容量去看的话 其实鲜奶它每100cc 它就有100到120毫克的钙 那因为一天我们建议小朋友的 那个500 500cc 所以其实它的含概量就会蛮高的 嗯哼 所以您看到它其实还有包括三粉圆啦 包括泼菜啦海带啊 这些其实都也是有钙的含量在 对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小朋友 为什么要吃深绿色的蔬菜 就是因为它的含概量跟铁石 可能都会比较高一点 对对对 然后三粉圆其实夏天的时候 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点心 比如说放一点爱玉啊 加在里面 里面然后一点柠檬 其实你就不用加糖 其实味道其实就很好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个食物的含概量的表 这提供给我们的观众做一个参考 那可是呢 营养师刚刚有提到 因为我们如果用100克来看的话 小鱼肝它的含概量虽然很高 可是小朋友能不能吃到那个量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用这样换算的话 牛奶其实是比较快 可以达到那个所谓 钙的摄取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牛奶的部分 因为我看了 看了营养师准备的这张图表 才发现原来脱脂牛奶 它的含概量非常的高 可是让小朋友去喝脱脂牛奶 会不会可能又说它在油分的摄取上又不够呢 一般来说小朋友如果他的生长百分位都是正常的话 我们会建议就是一般的全脂奶就可以了 那两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不建议吃低脂奶或是脱脂奶的 那低脂奶的部分我们有可能会是在小朋友肥胖的 小朋友身上我们才会请他去喝到低脂奶 那这个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有疑虑说 我们请他们喝低脂奶或是脱脂奶 那个营养价值到底有没有差别 可是其实从这个表格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 低脂全脂脂其实它的含概量的差别其实是没有很大的 它是把它脂肪的含量减掉而已 所以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上家长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那所以家长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可能在所谓BMI测的时候稍微过重了一点 你就让他喝低脂或脱脂 那如果说他的生长百分比都在中间趣味的话 对你就让他喝一般的全脂奶就好 那像保久乳呢 保久乳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保久乳它跟我们一般的鲜奶的那个差别 是在于它的那个制成跟它下菌的过程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储存的时间还可以那么的长 但是营养价值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家长其实也是可以放心让小朋友吃饱久乳 这个是鲜奶嘛 那其实有很多孩子会喝优酪乳 优酪乳跟鲜奶的含量还有我们的建议呢 优酪乳其实也算是乳制品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样是每100cc的优酪乳 它的含概量大概的润局是从30到76不等 那跟刚刚我们的牛奶100cc有将近100毫克的钙 其实就会有差别就会蛮大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优酪乳因为它会有酸乳酸菌酸的那种口感 所以其实它都会加糖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跟我们的牛奶比较起来 就会差了两倍到三倍以上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如果以我们营养学的观点 你说要喝优酪乳去补充钙子的话 其实我们是比较不建议的啦 但是喝优酪乳有的妈妈是想要为了让小朋友补充那个益生菌 乳酸菌那它常会到的那个消化功能 乳动会比较健全一点 所以其实是看说孩子能不能接受比较是重点 然后我们再去帮他看说 这东西补充的营养素够不够 不过呢 刚刚营养师有讲说一天大概建议吃多少啊多少 什么东西吃多少量啊 这其实是以一整天算起来 不过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胃其实比较小 它比较可能食到这个距离也比较浅一点 所以它一餐没有办法吃太多东西 那家长应该要 比如说一天用几餐去算会比较好呢 一般来说小朋友大概没有办法像大人可以吃到三餐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除了三个正餐之外 还要加两次到三次的点心 那正餐跟点心的时间我会建议至少要隔两个小时以上 才不会影响到他下一餐的进食量 所以比如说可能我吃完午餐到晚餐中间的时间 可能我帮他补充一次类似点心 对或者是睡前 因为睡前他到隔天早上时间比较长了 你可能睡前让他再补个一份的乳制品 是类似像这样子 不过睡前吃会不会可能让他的胃 还没有时间把它消化完就让他去睡觉 就要看他晚餐的进食量 因为有的现在大部分有的会跟家长的作息 所以小朋友进食量都会比较晚 那那个我们可能就不建议 那他变成就是要在下午的时候去补一个点心 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忙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特别再去帮孩子们准备 他们应该吃的那个东西的话 或许对家长来讲会造成一些负担 可是呢营养师有透过一个图表 他有点类似像一个天品 就是让大家稍微去比较一下 那个到底健康美味跟营养均衡里面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自己做一个评比呢 因为现在就是食安膨胞 其实大家应该都蛮重视的 很害怕 对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 大家在外食的人会比较多 那在选购上其实大家就可以注意 尽量你们的食材是挑 是新鲜天然原味的东西 不要再去二次加工的 对 那有下面写的一些标示 如果他的添加物 可能一些防腐剂 或是一些那个有的没的 你是看不懂的话 那那些我们就会建议就不要买了 对 营养师提到食安风暴 他其实也特别准备了 实在安心的几个步骤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步好了 第一步叫做 如何挑选安全的食材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对啊 我应该要怎么挑选 可是我不会啊 因为我又不可能 我又没有医学的背景 我又没有学过营养学 我可能又看不懂这些标章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营养师透过这张图表 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原则上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 那我们的政府 其实它有一些合格的 一些检验的一个mark 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参考 像是有GMP的啊 或者是有CAS认证的 或是像大家如果有的 会去补充什么健康食品的话 我们健康食品 其实有一个规章 是可以去看的 对 那大家在买的时候 尽量是挑有包装 然后有这些认证过的 不要散装的 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尽量是随着季节 你挑当季的食材 其实价格比较便宜 那另外一个 它的安全性也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过季的东西 它的储存 可能在保存啊 保存上防腐机之类的 防腐机可能就放比较久 对 那我们也会建议大家 在买的时候其实 分散买家啦 对 我看到这一天 我还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不要固定 因为其实台湾人的习惯 我都固定把这些人买 我就用习惯给买就好了 就是分散买家 其实也是因为 现在食安的问题 对 因为你不确定说 它的食材到底有没有问题 但是你分散买的话 其实你的摄取 就不会那么的固定这样子 对 那实在安心的第二步 就是要教大家怎么 阅读营养标示 我相信很多家长 可能都不太会看 这个所谓营养标示的问题 我们就让大家稍微来了解一下 因为可能 大家会看品名啊 对 然后看它 这一包大概有多重 这个我们都会看 可是它的那个热量表啊 还是说它的碳水化合物那个表 其实可能家长不太会去分辨 差异在哪里 应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 要看那个标示 要注意哦 它的标示可能是每100公克 对 或者是每一份 有一些优酪乳或鲜奶上面 其实也会有这样的差异 对 可是它实际上的 这一包的份量 可能不是只有100克 它可能是200或300克 对 所以它看到的那个量 你都要再乘以它的倍数去换算 那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就是 在买的时候要注意 它上面一定都会标 反式脂肪跟饱和脂肪 对 它差异是在哪里 其实我还不太搞得懂 这两个脂肪其实都是轻化过的 反式脂肪是轻化过的油脂 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 其实是不好的 那饱和脂肪就是像我们说的 那些输油动物性的油脂 它的胆固存也比较容易会囤积 还增加 所以在买的时候 尽量是挑饱和脂肪跟反式脂肪 尽量是零的 还是比较没有问题 对心血管疾病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吃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一下说 这两个反式脂肪跟饱和脂肪 尽量它数字不要太高 对 因为它我们的卫生署的规定是标零 但是它不代表零 它好像是0.2还是0.3以下 是可以标零的 所以零不代表它没有这样子 那实在安心的第三步 就是要注意食品卫生安全 这个其实我们在自己家里煮的话 我们可以去注意到 可是如果外食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呢 外食的时候我们会请大家 第一个就是看环境 如果进去这个地方 你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没有什么杂乱的地方的话 其实它的食安的整洁清洁度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在外食的话 我们会建议尽量是要收食 因为你生食就会有污染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台湾天气又越来越热了 细菌容易滋长 那你买熟的其实是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的 所以孩子们其实在吃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让他们去吃生食 我们会建议 因为现在什么落罗病毒 或什么有些病毒的感染 其实盛行蛮高的 很快 所以其实是吃煮熟的食物 你的温度够高 其实菌就不容易会滋长 所以家长在烹调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也要特别去注意说 假设说我今天有生病 或者是我手有伤口 这些在煮的时候也都要尽量去避免所有接触到这所谓菌的部分 对如果手伤口的话 我们一般担心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 所以如果手不有伤口 可是你又碰到食材的话 我们会建议一定要戴手套 然后在烹煮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的食材的时候 其实你的双手一定知道是清洁干净的 对那另外我们像我们的餐具 或是我们的抹布啊那些刀具那一些 我们也会建议要定期消毒 那消毒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热水 75度系列以上的热水 你就加热一分钟以上 这个就很很 比较简单 那另外一个是一个礼拜 我们会建议把你的餐具跟厨具那一些抹布啊 拿去室外就是太阳下 去让它曝晒 对对对 也有杀菌的效果 所以其实也不需要说 一定要去买到什么 消毒啊杀菌专用的这些清洁剂啊 那个虽然比较专业 可是问题是成本高 有的家庭它不见得可以 可是我们最简单的就是用热水 然后跟阳光曝晒 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您说的那个热水里面 然后超过75度煮 超过一分钟就可以了 不管是它的汤匙啦叉汁啦 甚至是菜刀这些都可以 然后抹布 因为我们的抹布其实细菌是最容易治脏的 因为它都会湿湿的 对对其实它也要定期去消毒 所以不要说用漂白水去消毒 怕有时候会有残留的问题 因为洗不干净 对洗不干净 其实我们刚刚聊这么多 就会发现说 孩子如果愿意吃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不吃的话 怎么办呢 最后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营养师来跟我们最后做一个护育 原则上就是请各位家长 就是注意小朋友 他们的生长发育的那个曲线 只要是它的曲线 是有自己顺着它的曲线来增加 它不是突然停滞 或是突然长很多的话 其实它的饮食上 大概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像是生病或是不舒服 那种短时间过渡期的话 其实家长可以不用太过焦虑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它突然可能情绪 觉得它今天胃口比较不好 它这一餐可能吃得很少 或者甚至不吃 这种应该是还不需要特别去 是还可以 可是它如果已经累积一段时间都这样 那可能就是需要去探讨它的原因 可是偶尔一两餐 在我们看 其实它的营养缺失不会差别太大 这样子 对 不过爸妈应该要怎么样去 所谓去订那个观察器呢 观察器 应该是 因为如果是长时间的话 它的体位一定会掉 你只要看它的体重 你在穿衣服变得比较松或什么 你大概就会有差别 那那个大概就需要小心了 所以其实 我相信今天透过半小时的节目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这些爸妈啦 或者是我们的阿公阿茂 大家应该对孩子们应该要怎么让他吃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当然我们徐伟廷营养师 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些图表 透过图表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更进一步的认识 希望说呢 我们家的孩子们 每一个都可以很健康的成长 而且是在营养充足的状况下 好好的成长 今天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徐伟廷营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了 我们陈达电视健康讲座再会